哈嘍,各位學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今天繼續我們的守墓人 上一集老頭說過了,老頭在這個片語我已經說過了 我們現在正準備要開始 去弄我們的這個墓地了 我要把我們這個墓地呢,趕快弄到正午 弄好之後應該就可以接教堂任務了,那教堂 弄到教堂之後就可以開始 好,給各位看一下 首要條件呢,我們必須要先弄到一個教堂 弄到教堂之後呢,查美夫人才看得起我們 才會跟我們做教堂 做完教堂之後呢,我們才可以得知老蛇 老蛇這號人物 那老蛇這號人物呢,他可以從他身上獲得一個印章 就有點類似像GIS,欸什麼,那個牛肉認證的那種那種標章 那個印章呢,蓋上去 這些攤販才會去購買我們這些人肉 那我們這些人肉呢,就是要衛裝成 衛裝成豬肉牛肉之類,把它賣出去 我們才會有收入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筆收入來源吧,我想啦 那 再另外一個 收入來源應該就是 這個農地吧 不過這農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我能做什麼 因為沒有種子,好不好,反正不管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想辦法先暫時性的修繕 我們這邊的目的 看一下,我覺得能拆就拆,不能拆就把他修復好了 笑一跳 現在不行我的孩子 下次等你這一輪 等你來了之後呢,你就會看到全新的目的了 好不好 這邊的質量就會再也不一樣了 好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修要這個 還要大量的這個 哇塞 全部都要這樣子修,我們來看一下要怎樣才可以讓這個質量正午 我們先把一些相關道具全部做一做,我都忘記做了就直接走過來 這樣子不行的 我們先趕快過來一下 因為剛好我們這些材料全部都有了嘛 那我們就可以做大量的 好我們就可以做大量的 好什麼 炭煤燃燒 煤炭,我還沒找到煤炭,不知道煤炭在哪裡 一般的火柴 柴火 柴火一次可以給更多 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做個柴火之類的 不能做柴火嗎 柴火柴火 技術那邊 呃 鍛造的部分 不是這個 建造 對啊,我們可以做柴火啦 那要怎麼怎麼弄 斷結點 斷結點 難不成是 把這裏 也不是啊 等等 這個到底要怎麼處理啊 我不是有學柴火嗎 我們要如何弄到柴火這種東西啊 直接給他放進去 製作點是斷結點 我們現在又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斷結點在哪裡 斷結點 有沒有什麼叫斷結點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斷結點需要多少材料 需要五個木棒 其實這個不難啦 說真的 我們這邊就可以做了 這樣就六個了有沒有 來開工 花個花點體力做一做 就這樣生出來了 哇 有沒有吃的 我們來 來來來來 吃一下 可以吃嗎 喔,還會扣血耶 這個會讓我中毒是不是 好,我們撿起來了 好,我們可以做我們的 斷結點 好,就蓋在這裏好了 批完之後呢 好,可以馬上 把柴火丟進去 有沒有,柴火出來了 需要耗六點 需要耗六點 喔,沒體力了 喔,沒體力了 睡覺 砍砍砍 好,這邊全部砍完 消耗了我一半的體力 歐耶 然後,我們不要燒太多 10個就好了 但是呢,這個火力要先夠喔 360 欸不對 再加20 不行,他只能選一種喔 好吧,那就這個了 有嗎 有嗎 有在燒了嗎 欸有耶 消失了 喔,他這邊會累積啊 370 那這樣既然370的話 好,就12個好了 給他慢慢燒 然後,這個鐵釘燒出來之後就可以開始做釘子跟簡單的鐵 好,我們有一些東西不會需要簡單的鐵 我們先弄一個出來好了 好,這樣可以方便維修 欸,木頭全部被我用完了 呵呵 木頭被我全部用完了 然後,我還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很需要的那個材料在哪裡啊 這個 呃,這個是出現在 字幕工作臺 字幕工作臺的話 需要釘子跟木板 還有背板 木板跟背板 這邊有背板 那木板在哪兒呢 木板怎麼學 我看一下 圓具 製作工作臺 啊,木板在這裡 啊,背板怎麼產生 背板是這邊產生的 然後這邊一個木板 喔,我了解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木板 可以做四個這個 哎呀 做 有了 我們可以做兩個了 是不是 喔 八個 還不能弄一波 喔,好多 喔,好多 好了,我們有八個了 可以開始修散了吧 來修一下 我們的墓園 這邊為什麼不能直接開一個路呢 我這樣真的很難 很難過去你知道嗎 欸,我們要砍樹 不要在那邊給我亂 來 這邊要怎麼整盾呢 這邊要怎麼整盾呢 他說用這個花花壇呢 也是可以增加這個墓地的質量啊 我們到時候來試試試看 泥炭跟兩塊石頭 紅花 喔加三 喔這個是那個體力值 我們到時候來看看好了 泥炭應該不難做啊 肥堆裡面可以運用 好,我們先來修一下 嗯 修除 用掉一個 喔 變成一了 非常好 修 好,這要兩個 非常的母湯 這個要修 沒了 太讚了 人生大 大失敗 修 來啦 質量至少有提升 啊 是不是 你看 富了呢 哎呀 富四了呢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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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修一下這個 是不是 總比沒有好 啊 他現在這個質量其實有點低啊 啊 讓他升到上面一點質量高 就比較不會出事 啊 不要為什麼我知道 我就是知道 不用修 OK的 喔 這個 這個很高級呢 我現在發現原來就這麼高檔 不夠 好 到時候我們可以嘗試多去做一些那個 裝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泥炭怎麼做好了啊 泥炭的話應該用在自然農耕這裡吧是不是 我看到了 肥堆 我要怎麼製造肥堆啊 唉唷 哎唷呀 長成這個樣子啊 長成這個樣子啊 就在這裡啊 那我要怎麼做 修善 製作 恩 恩 要用什麼資源才可以做堆肥 哇 蝦米 都 不知道 牛糞嗎 好吧 我放棄 看來好像目前還沒辦法使用他 那我把這個 十字製造機放在這邊好了 決定放這個地方 啊 啊切割機啦 坑家 嘟嘟啊 好 行 我都忘了這個東西的存在了 喔耶 有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 黏土 格格啊 黏土怎麼做啊格格啊 哇這可以變成鐵礦石喔 五個變鐵礦石一塊這樣子 啊黏土怎麼做 格格啊 黏土啊格格 我們可以做一下這個 啊可惡沒有體力了 怎麼突然蹦出了黏土來啦 黏土在哪裡 啊 這邊沒有提供相關黏土怎麼獲得啊 鍛造 對啊沒有講黏土啊大哥 你這樣子我很困擾啊 我現在一頭霧水啦 黏土怎麼獲得啊 丟進去 不管了 我覺得先睡覺再說 What's happening 黏土 不然我把它拆掉 全部變木製算了 根本不知道黏土怎麼獲得啊 對不 好不管了 難道是這裡不可能 我們就把那種沒有辦法修的我們把它拆了 啊裝上這個十字墓碑增加他的這個 哎剛好這傢伙來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有辦法一次到位 好剛好這王八蛋來了 是吧 是吧 啊像是這個 找到不要修了 真的是 拆了 裝一個上去 我還需要他體力裝上去呢這樣子 負一 我不甘心 只有負 這樣子負一啊 好 放一個上去 至少讓你增加 喔耶正一了 然後這要怎麼處理 這個被我這樣挖掉了我要怎麼處理這一塊啊 啊放一下這個 那你變美美的喔 啊變成一了 質量 快點 質量 啊我們這邊可以做圍籬齁 可惡 可可可可可惡 這個沒辦法修了 移除啦 啊不要那麼醜啊 是不是 拆了 哎拆了再裝回去會怎樣 壞掉的 好 這邊可以做圍籬啊 放放放放放 我記得圍籬好像要去那個 巨木場那邊做嗎 或者是十字那邊做嗎 做石頭的也可以啦 喔 你別走啊 這大哥你別走啊 剛好結束這回合 啊讓我來跟你會會 好像是做什麼 這個嗎 啊沒錯就是這個 哇沒有木板的大哥 這是木製的 十字的也有啊 這關只能在這邊 暫時只能做墓碑 這什麼意思 一塊石塊可以變這個 是變回來意思是不是 喔這個一塊石塊 也可以變成那個 啊算了不管啦 有點看不太懂 這可能還要再再稍微更高級一點才有辦法吧 木板 沒有木頭 完蛋了我體力根本不夠撐到現在啊 難道我要一直睡睡到他來為止嗎 我看來又必須要睡覺隔天才有辦法了啦 這傢伙他要走了我沒辦法跟他申請 太多的時間都要在這邊做等待了 辛魯谷也都這樣子嗎 啊該不會辛魯谷也都是這個樣子啊 那個北齊要走了 哇這邊下大雨 剛好這邊燒完 我看一下 這能不能做黏土 不能做黏土耶 好吧 所以說我還是不知道黏土怎麼做 有點困擾 好多挖點東西好了消耗一下他這個能量 好這可以修就直接修了 木製可以直接就直接修了 正三 來 我耶正式了 太棒了喔 這個放在這裡 正五 好 boy 太棒了 好啦這邊再放一個啦看也不能放了剛好用完了 可可 剛好用完了 那時候這邊可以放個箱子啊現在知道 以所上 皇家服務 好的我們到時候應該就可以這樣拿到印章了喔 然後我們現在的盡可能就是消耗體力 那剛好這邊呢我們剛剛做好了這些斧頭啊 鐵鏟啊 跟我們的十字鎬都可以升一輪了 好我們到時候呢這個簡單的工具再配上這些鐵錠 剛好可以做成鐵製裝不錯 好我們就先來做做吧 不斷的睡覺做出來一個了 這個 我在想說這時候可以到時候把它賣掉好了 我們到時候去找那個 鐵匠 把這個東西給賣掉我們就留這個 好會非常的棒 再來 不是你 是你 鐵鏟 全部都變鐵製的爽 再來 十字鎬 mary good 好不過呢現在是白 現在是晚上 所以說呢他們應該在睡覺 應該是沒辦法找到他們吧 所以說我們還是乖乖地挖我們的木材之類的好了 而且我們現在有了這個 木木鐵製裝備之後呢應該那種 還是一樣不行啊 我以為可以 好吧反正只是砍的變快而已啊 農場下面好像有什麼東西我們去看一下好了我好像沒有往下走過 真的 然後這邊好像有任務 靠著北溪了 無論你賣什麼我都不會買就算毒品或鈴鐺一樣我只是到處看看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但每個人都告訴我是個熟木人 我不得不說你整個職業就是騙人的我對你沒有好感 雖然我已經表明我的立場我們就可以還是可以做生意的 我詢問一下農耕的問題 欸農耕原來是要找他啦 使用我種的蔬菜你可以做出簡單美味的菜餚 喔唷送的 喔這解鎖啦不是送的 喔原來他種子 喔靠原來種子在這裡啊 OMG 欸我現在真的很窮欸我等一下回來我再來找你 我現在沒錢 我去把我那些手上的工具賣賣 喔75可以喔這個可以賣更多 OMG 哇塞 然後這不能賣這樣子 OMG好爽喔 應該是不會漏掉吧這個我們用生鏽的這個就好這是生鏽不是木製啊講錯了 好爽啊 中翻的 拋棄就有的東西 好我們現在都有用這些嗎 好原來我們剛剛都沒有裝備啊 87 搞了這麼久都沒裝備在搞啥 要走了 對這個 我不知道一個可以種出多少欸 我們就各買 可是好便宜喔 一個到底能種出多少量啊12個該不會我要買12個吧 啊算了胡蘿蔔一個 然後他甜菜 哎我們胡蘿蔔其實也可以用買的 又買多少錢 哈哈 太貴了 我尼文自己中 好拍誰 就這三樣嗎12 甜菜決心在胡蘿蔔 沒錯 作物廢料 這個作物廢料應該有其他用途買一個回家看看好了 搞不好是拿來做我剛剛所說那個 喔什麼什麼堆肥什麼之類的然後這應該是煤礦 我挖不到啦 而且我現在不能下去 等那個喬修好再下去挖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呵呵 喔 我知道了 這是不是要放這個 我就知道 又八個 有摸高仇啊 你要八個啊這個勒 甜菜 我要要四個 我完全被蒙在谷底啊這個遊戲 都要四個是吧 你是要四個是不是 都要四個是不是啦 好啦好啦 四個啦 來來來來來 我們等一下再去買 把體力用完 我在想我們可不可以先修好那個左邊的 修好那個左邊的橋 好 對啊既然材料這麼多順便連地下室也搞一搞好了啦 那個橋在哪裡啊找到了 對啊那麼簡單木板 背板 釘子 我還不先修一波我再過去看啊 哦 哦耶啊 消耗完畢了 回家睡覺 耶啊 這裡到底有什麼呢 我好好奇喔 該不會又有新的劇情吧 或許 哇 哎 這是 啊 這個是鐵框 還有呢 這個是沼澤 過不去 喔 越來越酷了喔 啊 清理道路要這麼鳥喔 這麼多麻煩的事情 還真的沒什麼東西耶 哇塞 太令我失望了 哈哈哈 這邊只是拿來開通上面那條路啊好吧 至少我們開通了一條道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地下室喔 我記得地下室還有很多地方要修散嘛對不對 啊 就是這裡啊 這麼多東西要修這是幹嘛的 這邊要的材料也是很討人厭啊 說真的 修理桌子 修吧 喔可以多蓋更多的準備區喔 原來是這樣子弄的喔 然後這個呢 啊 修理粗屍外 粗屍處 他需要那個鐵片 很好 你要鐵片是吧 這個地方需不需要擴建啊 不太需要的樣子 有沒有沒有這個之後呢 再來兩個木板 再來這個喔 我們又可以清除道路了 非常好 哇 開始越來越越有趣了這個發展 木板一個 好 我們來把下面那個通道給開通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東西該做的應該都做了 好 原來在這裡啊 啊木板要在一個 希望可以問到問得到啊還是說 還是說 啊還是說他必須要透過那個女人才可以跟他打交道也說不定 你會不會攻擊我啊不會吧 別動 你是誰 我是守木人 兼教堂的副總 副教掌 別多管斜事 我有一把匕首我很想用用他 你可能有刀 尋 嘗試 讓他幸福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你可能閉手 但我也有刀 好吧 但你要知道 我能像野獸一樣奮戰鬥 戰鬥 啊我已經是死如歸了你呢 一方面他看起來很危險 但另一方面我也完全不想殺人 我不會打你 但你遠遠離我的財務遠一點 啊我對腐肉 和歸什麼 救輸沒興趣 啊看來果然還是要透過 還是要透過那個女人啊 才可以跟他拿那個印章啊 果然還是要依照這個劇情的發展 好那我們看一下那個白 那個白癡來了沒 喔來了 我們可以去跟他拉伸身為教堂了吧 嗨你好 修理好了 我對你的看法完全正確 我特殊宣佈你成為這 這聖地的正式看守人 和該教堂的副教長 讓我們來安排第一次步道吧 哈哈 有我出席 你只需要站在這裡 喔說出誓言 步道 步道坛說出誓言 什麼誓言 哈哈實際上你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也知道這裡比較開放 張貼一些額外的裝飾 擺設會漂亮一點蠟燭 緩慢的音樂 啊點上讓人熏 拉拉拉拉拉 簡而言之 自己所有的都是為了幫你獲得 更多信仰 而信仰 就是力量 啊原來這是剛剛獲得的東西阿 製作信仰 你的教會會產生更多的信 特技傳道士,主教告訴你現在可以安排教堡旅堂了 禱告 有 呃 嗯 啊 原力量與你同在 原力量與你同在 好好還不錯 但比我不到了還要遜色 感覺有點在騙人你知道嗎 散探西服 啊西服來了 你要為你下次的儀式好好做準備 我覺得以前的副教長保留了教堂的圖書館 你也可能在其中找到一些怪異的內容 他自稱科學家 哈哈你可以不理會那些內容 耶 多了這些東西 你喜歡深入研究探討事物的本質 研究一件物品的內容帶來一段故事 我將宣布你下一次儀式的消息 也是下周會有人出現 順帶一提 你作為副教長 你必須在每周都要在這個方式舉行一次 我可以賣給你一些有用的一次配備 還有一個小任務告訴 給 欸那小任務要給我 啊我要走了 這空氣太乾燥了 啊 好的 我們剛剛拿到很多碼 我們剛剛拿到很多碼 唉 祷告結束了一天一次 然後他走掉了 啊這是幹嘛 這個加一是怎樣 喔 複製啦 要複製啦 了解 喔耶開放了 我們很高興的通知大家 使用這塊土地 即表明你們已經成為皇家法律約束的對象 所有的地面建築物 人歸神聖正堂所有 喔 按照這個古代契約的規定 所有的錶土和深度不得超過一黃藥 四黃秋的性 你說什麼看我 通過這個郵箱大家可以可以再訪問有皇家財政部的一個系列的服務列表 稅金也可以從這邊通過 喔我有錢了 我有錢了 喔我可以在這邊購買 挖掘許可 要一桶 哇塞 然後呢 花十桶 正名家 這個加三子是什麼意思 哇靠 這個需要很多很多 貴族政見 啊 花錢 啊 我要皇家印章 還不能加嗎 現在是三十了 我可不可以買皇家一張啊 哇靠 哇靠 也太貴了吧 OMG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找那個人 稍微問問 我看那個傢伙 這個女人在哪裡啊 這個女人 只有這個時間會來 就是明天了 明天的時間點會來 好吧我覺得我們差不多也結束了 我們在這裡錄了也錄超久了 好不好 那麼下一集呢 我們會找這個女人 在酒館裡面找這位女人 讓她告訴我 如何獲得這個皇家印章 不要用這麼貴的價格去買 不然我真的會哭啊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小角跟訂閱 右小角跟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守木人再見面了 拜拜 2 2